假如所有环太平洋的怪兽被先去传送到现实世界中 目前还没有研究出机甲的我们最多能撑几天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玩独自的呀兄弟们 这些看宇宙各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第一他们的数量齐多 第二他们还可以组合进化非常强大 第三他们的血液还有剧多 这还怎么打呀 人类直接远地等死算了 面对现实吧 这时有极致的小伴就说了 小了 可举小了 咱就是说这怪兽只要还是贪金生物 在人类线的军事的火力下也是的 地中地啊 来嘛 给你整颗广岛原子弹 爆炸当量相当于1.6万吨天天 小怪兽 你受得了吗 小怪兽此时很小兆 竟然合体为超级开局兽 对人类挑衅就这样 痛不痒 人类一看 有点东西 小男孩不信直接安排一颗大一万 大一万撒谎炸弹 爆炸当量5000万吨天天 爆炸冲击波绕地球三圈 导致整个欧亚大陆蓝衣9毫米 大一万一出手 地球都要抖三抖 小小怪兽连跪地球饶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原地爆炸 人间蒸发 杀眼神 哇 用核武器打击 人类的代价也有点大 如果怪兽在城市里用核弹解决 城市肯定被摧毁 一来核武器会杀死人类 二来怪兽的尸体血液有剧多 直接导致城市成为人类几缺 这种伤低100 只损3000的作战方式 对子孙后代来说 咱也没法交代啊 看来用核武器还是不怎么现实 兄弟们抵抗瓦天边怪兽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